今天我們去摘藍莓 我們去的地點是Emilya Farm 在Lagna 通常摘藍莓的季節是一個非常曬的季節 由7月開始 先前上一個月還是摘士多啤梨 其實士多啤梨摘完之後 就開始這個藍莓的季節 我剛才看到網站同時可以摘黑莓 我希望今天除了摘藍莓之外 可以一次過看看其他黑莓的生長 如何可以一次過摘奶 我們這裏營養師很多時候都是說 from farm to plate 由農場採摘 到真的在餐桌上吃 所以我覺得都蠻好的 還有給小朋友看看 原來那些藍莓 不同的食物是耕種的情況 所以我們要去購買 為什麼 今天就不會帶狗了 因為這些農場就不歡迎狗類 藍莓不同的是 車梨子是生在樹上 這樣就不太適合小的小朋友去參與 因為又要單梯 又要爬高上樹上摘 另外一種玩法 這個 farm其實都挺大的 上個月就有士多啤梨摘 今個月除了有藍莓之外 剛才看過有Tayberries Blackberries 還有黑加倫枝 我很貪心 希望可以一次過看完 和摘完就最好了 OLA 妈咪 我上台了 我上台了 妈咪 我上台了 他在那边 落油 落油 所以他不出得盖 我们走过去看看 这些是Tayberrys 似乎是熟了 刚才试过一点 很酸很酸 是呀 爸爸试的 妈咪 是的 回到家了 来看看今天的收获 今天集了两盒 蓝莓是被视为一种超级食物 因为里面有很多抗氧化剂 对心血管病 或者血糖控制 都有预防作用 最主要大家都很认识 里面那些叫花青素 这里这么多 其实我们平时去超市买回来的那些 蓝莓 都 都发磨得挺快的 不过这个其实也很新鲜 不过最好是可以冲击了它 冲击了可以等久一点 还有营养保存也挺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最近买来吃的 2磅都挺便宜的 3.99元 其实就比起这些的价钱 它又不是说贵很多 但是新鲜 当然是自己乘的新鲜很多 最近当做 其实就不是说很贵的 平时不当做的时候会贵一点 然后再一口 这些白黑 我们先来点击 1公里 ぜひ